含有Climbazole,有效去除頭皮 加上天然角質蛋白,令受發揚日活力 保持健康光澤,容易打理 沒有頭皮煩惱 終那美之選,去頭皮洗髮護髮路 去除頭皮,受發揚日生氣 快點跟星神去佛羅里達州迪士尼世界玩幾天 星神旅遊,在乎你感受 美食令人回味,終那美之選免費送給你 現在買美之選產品 致電美之選百倍回味大賞抽獎熱線 有機會贏相等於產品價值一百倍的美心飲食禮券 終那美之選百倍回味大賞 如果不是開一輛車 我就不會 超速駕駛影響一生 三個太空人登陸月球 為何歷史只會永激南市堂踏出月球第一步呢 16號,千名珠巨獻,登月之旅 哈哈哈哈 今晚的K-8真的升降入日 三號風球現正懸掛 今晚有可能改掛八號風球 水務處幾千個員工和家屬遊行 抗議部門私營化 一來明天舉行大選 全國各地加緊準備工作 各位歡迎收聽這節新聞報導 本港現時仍然懸掛三號風球 今晚稍後可能會改掛八號風球 颱風馬基現時集結在香港以東 大概330公里 以時速30公里 吹向廣東沿岸 天文台說 馬基的移動速度快了 今晚或者凌晨最接近本港 由最新的衛星影像就可以見到 好 颱風馬基外圍的雲帶 在下午的時候已經覆蓋著珠江口附近 也解釋到為何下午來講香港變得多雲 亦都見得到和馬基相關的雨帶 亦都是較為接近香港 如果轉過來 我們看看最新的雷達影像 這些黃色和綠色的地區 就是和馬基相關的外圍雨帶 可以見到這些雨帶 就是逐步逐步地向西移的 我們相信在傍晚的時候 它就會影響到香港 為我們帶來一些狂風和大雨 我們相信馬基 就會在今晚稍後 和明早清晨時分 就會較為最接近香港 就會在香港的150公里範圍以內略過 其實照現時的路徑看 就是今晚稍後和明早最接近香港 所以我們都不會排除 所以說有可能改掛八號風球 明天來港主要都會受到馬基 附近的雲帶和雨帶的影響 所以明天天氣就不是太過好 就會是天陰、有大雨和有狂風 到星期二的時候 相信馬基會逐步向西移 並且會慢慢遠離香港 到時香港的風勢就會稍為減弱 但依然會受到大雨的影響 改掛三號風球後 本港多個地區下午開始天陰 但是就沒有下雨 市面情況大致平靜 很多市民照常出街 不過一些海上活動就受影響 李康華報導 天文台下午2點15分 改掛三號風球 天氣沒有即時轉壞 不過就開始天陰 雖然改掛了三號風球 但市民的活動沒有受到大的影響 不是很大風 我覺得沒問題 你還想上山嗎 是 不怕 不怕 我都沒有下雨 海洞灘已射好紅旗 為了下山命安全的獎 請勿勿下距 多個日子 雖然海灘已掛了紅旗 不過來游泳的人並沒有理會 不安靜 現在都不過很大風 很熱 不是很好玩 不過一些雕走出海的市民 就因為掛了三號空球 被迫提早回程 早點回來 因為本來預算五點回來 因為太大浪 凶到想咬 移民政事務總署 已經開放多個位於港島東區 南區以及九龍油之旺區的 臨時庇護站 給有需要的市民暫住 市民可以致電 28351473查詢 政府說 如果天氣情況進一步惡化 或者天文台 改掛八號風球 民政署會開放更多的庇護站 有線電視記者李漢華報導 遠東水域船務公司宣布 由於台風迫近關係 來往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會略為減少 如果懸掛八號風球就會停航 另外 多關貨櫃碼頭公司晚上都陸續停止交收貨櫃 中院國際貨商碼頭公司宣布 今晚八點鐘停止閘口交收 而現代貨商碼頭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和海陸貨櫃碼頭 以及美孚貨櫃場 就會在晚上九點鐘 停止所有吉櫃和重櫃的交收服務 台風馬基也吹襲菲律賓和台灣 在菲律賓有最少三個人死了 馬基在台灣東部和南部就帶來強風暴雨 有超過10萬戶沒有電力供應 賀佩斯報道 在台東縣有居民不怕危險 走到海邊看大浪 馬基為台灣東部和南部帶來強風暴雨 台東縣和花蓮縣錄得300毫米雨量 屏東縣和台東縣有超過10萬戶人停電 部分道路塌沙泥需要封閉 東南部的海陸空交通也都受到台風影響 南匯鐵路屏東至台東一段的火車停駛 高雄、台南、台東和蘭嶼多個內陸機場要暫時封閉 國際航機服務就維持正常 至於中部和北部受的影響就比較小 氣象局預計馬基的捕風圈晚上會離開台灣 有線電視記者何佩斯報道 幾千個水務處員工和他們的家人 下午遊行集會抗議政府準備將水務處私營化 各位一節新聞報道 三號風球仍然懸過 天文台話根據台風馬基現時的移動途徑 馬基在清神會最接近本港 對香港救城直接威脅 馬基現時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150公里 以時速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 天文台說馬基會相當接近香港 預料在本港100公里的範圍內略過 天文台又說香港的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稍後可能需要改掛更高風球 他現在已經是相當靠近這個廣東東東北海航接近三十美的地方 因為他繼續是以時速3公里向西移動 所以板間來說他會進一步逼近香港 對我們會構成一個極大的威脅 他一直在逼迫著這個珠江口 會相當接近我們 應該最接近的距離是100公里以內突破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本港晚間的風力會進一步震強 空曠地方高地和利岸地方受裂風影響的機會相當之大 所以說更高風球的機會可能性存在 馬基最強的魚帶還未到 其實外圍已經有一些比較弱 其實我們廣場來說已經有些微雨 而這個趨勢應該進一步會受它的魚雲大影響 所以越來越密了一些魚 魚吃越來越大 我們記者曾楚群現在就在旺角 曾楚群 馬基現在已經很接近本港 市面的情況是怎樣 風勢有沒有加強度 由於風越來越迫近本港 所以現在市區的風比剛才大了很多 在半小時之前就更加下雨上來 不過雖然是這樣 出了名多人的旺角 現在12點多仍然有不少市民活動 剛才7、8點的時候就更加多 跟一些市民談過 他們都說等了整個星期才有一日假 雖然是掛著3號風球 不過沒有什麼下雨 所以一定要出來逛逛 詳情由李漢華報道 雖然天文台說 本港天氣矮慢開始會轉壞 不過入夜後 未見台風馬基帶來大量雨水 街上仍然有很多人 雖然知道打風 但都沒有想著回家 不是太大風了 現在不是太大風了 反正早點在家裡 因為風度很強 現在還沒來 先走一走 現在好像都沒有 暫時沒有打風的感覺 只是熱一點是熱一點的 民政事務總署已經開放多個 位於港島東區 南區以及九龍油尖旺區的 臨時庇護站 給有需要的市民站住 市民可以致電 2835-1473查詢 政府表示 如果天氣進一步惡化 民政署會開放更多的庇護站 在下午兩點多 天文台改掛3號風球之後 海灘已經立即懸掛紅旗 不過似乎沒有什麼人理會 風平浪靜的 現在都不過很大風 很熱一點 不是很好玩 有一些招了出海的市民 就因為掛了3號空球 被迫提早回程 早點回來 因為本來預算5點回來 因為太大浪 熬到想咬 有線電視記者李刊華報導 天文台就預計 颱風馬基會為本港 帶來100毫米的雨量 也預計馬基會在清晨時份 最接近本港 所以相信市民 明早早點起床 留意最新的風暴消息 看看要不需要上班上學 我們報導站 聯絡交給有線新聞中心 教育署表示 會在早上6點15分之前 決定是否停貨 海時廚宣布 沙基灣香港仔和屯門的避風塘 已經憑滿船 呼籲船隻使用其他避風塘 另外遠東水益船目公司宣布 由於颱風迫近的關係 來往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會流為減少 如果懸掛8號風球就會停航 聯合航空一班 由紐約經東京 飛來香港的班機 原定在昨晚的9點40分到港 但受到颱風馬基逐漸迫近的影響 會延遲一日才抵達香港 颱風馬基較早時落過台灣南部 帶來強風暴雨 有四個人跌落海失中 另外有20多萬個家庭停電 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億5千多萬新台幣 由於馬基已經 各位我們收到最新的風暴消息 天文台凌晨12點半 改掛了8號西北列風訊號 根據颱風馬基現時的移動途徑 馬基會在清晨最接近本港 對香港救城直接威脅 馬基現時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150公里 以時速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 天文台說馬基會相當接近本港 預料在本港100公里範圍內落過 天文台又說香港的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而雖然颱風馬基已經非常接近本港 不過市面的情況大致平靜 由李漢華報道 雖然天文台說 本港天氣I-man開始會轉壞 不過入夜後 未見颱風馬基帶來大量雨水 街上仍然有很多人 雖然知道打風 但都沒想著回家 現在不是太大風 現在不是太大風 其實早點回家 因為那風很強 現在還未來到 先走走 現在好像暫時沒有打風的感覺 只是熱一點是熱一點 民政事務總署已經開放多個 位於港島東區 南區以及九龍油尖旺區的臨時庇護站 給有需要的市民暫住 市民可以致電2351473查詢 政府表示如果天氣進一步惡化 民政署會開放更多的庇護站 現在下午兩點多 天文台改掛3號風球之後 海灘已經立即懸掛紅旗 不過似乎沒有什麼人理會 風平浪靜的 現在都不覺得很大風 很熱一點 不是很好玩 有一些早上出海的市民 就因為掛了3號空球 被迫提早回程 早點回來 因為本來預算5點回來 因為太大浪 熬到想吐 有線電視記者李刊華報導 你好 教育署就表示 會在早上6點15分之前 決定是否停貨 海事處宣布 沙基灣香港仔和屯門的避風塘已經泊滿 呼籲船隻使用其他避風塘 遠東水翼船務公司宣布 由於颱風迫近的關係 來往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會流為減少 而颱風馬機較早時落過台灣南部 帶來強風暴雨 有4個人跌入海室中 另外有20多萬個家庭沒有電力供應 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億5千多萬新台幣 由於馬機已經遠離台灣 氣象高已經解除陸上颱風警暴 林美常報道 颱風馬機掠過台灣東部和南部 帶來強風暴雨 在南部有4個漁民坐在皮艇出海 結果因為太大浪返艇 水警出動救援 但只有一個被海水沖上岸的漁民獲救 其餘三人失蹤 另外屏東縣的核電三廠 因為電量保障跳跡 令到超過10萬戶停電 在高雄市 一些大樹被吹塌 廣告牌和路牌也抵擋不住強風的威力 在中部的南投 一個遊客去到一條河中間的沙洲撿石頭 誰知河水突然暴漲而被困沙洲 消防員出動漲皮艇將它救出 在台東縣 有居民不怕危險走到海邊看大浪 在台東的山區 包括碑南、泰馬里 因為太大風吹花了高壓電纜 有三千多戶停電 部分道路因為塌山來需要封閉 東南部的海陸空交通也都受到台風影響 南匯鐵路平東至台東一段的火車要停駛 高雄、台南、台東和蘭嶼多個內陸機場 朝早一度要封閉 到下午已經重開 國際航機服務就沒有受影響 雖然台風對北部地區沒有大影響 但在台北縣新店溪 就有三個人坐吉普車 到下游玩的時候 被突然暴漲的河水圍困 消防員到場將車上三個人逐一救出 有新聞記者臨上報道 我們一收到最新的風暴消息 是會隨時為大家報道 現在先看看其他消息 幾千個水務署的員工 和他們的家人遊行集會 抗議政府準備將水務署施營發 員工擔心自己的工作會受到影響 午院軍報道 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 爭取到底 謝謝大家 幾千人在維園集合 好多水務署的員工 都帶來自己的家人 他們的子女就聯署寫信 給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 擔心父母因為私營化 而失去了工作 小朋友簽名了 簽名了 好像小朋友一樣記醒 所有水務署 維持公營水務 維持公營水務 代表水務署工會的譚永泰說 政府找的顧問 建議了三個水務署私營化方案 涉及四千至六千個員工 雖然不知道私營化之後 政府會怎樣處理員工 但他們就擔心政府會解僱他們 究竟發生的問題是甚麼呢 為何要這麼急進 在這個時候 就是假定私人參與 萬應零約 可以進一步提供供水服務 在員工方面來看 我們覺得深入不甘 公務承諾已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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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行隊伍由維園出發 沿銅鑼環和灣仔 行到政府總部再舉行集會 管理全國市民 深圳總裁 私營出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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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好 代表將幾千封抗議信 交給政府的代表 這次是水務處公會自己搞的第一次遊行集會 不過其實在上兩個星期公務員大遊行的時候 他們都有派代表參加 目的就是希望不單是水務處 其他的政府部門也都不要急於推行私營化和體制大改革 有線電視記者吳遠君報道 衛生署下令回收歐盟四國 懷疑受到污染的食物已經有幾天 但市面上仍然有荷蘭和德國入口的雞蛋買 批發商說 他們積存了很多由歐洲入口的雞蛋 如果不賣 雞蛋的價錢可能會上升 林妙欣報道 李伯是雞蛋批發商 它的雪櫃裏面有百多箱蛋超過一萬隻 大部分都是在荷蘭和德國入口的 李伯說 凡乎夏天批發商都會入多些歐洲蛋 德國的荷蘭我們和他們訂購 覺得他們規格非常之好 質素又美 他們用凍櫃來 保持溫度又好 所以市面上 大家都很接受這些雞蛋 李伯說自從政府說不可以賣這些雞蛋之後 雞蛋就擠在這裡 很多街市、茶餐廳和食市都不肯拿荷蘭和德國的雞蛋 它的生意跌了五六成 他說雞蛋擺多兩個星期就會壞 整個批發市場三十幾個商戶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雖然政府在幾天前已經宣布要回收雞蛋 但是一些街市仍然有荷蘭和德國的雞蛋賣 衛生署到現在有沒有聯絡玻璃說要收回這些東西 沒有 沒有 你有多少存貨 兩箱 雖然有得賣 但是不是人人都會買 那些雞蛋 你害怕嗎 當然害怕 有些商戶就把全部雞蛋都標上是中國產品 有客人問我們 我們就照樣跟他說我們買這些是上海蛋 雞蛋的價錢暫時沒有受影響 但是商戶說如果遲些供應不夠可能要賣貴些 賣蛋的商戶又說衛生署這麼多日以來都沒有通知過他們應該怎樣處置這批蛋 也都沒有衛生督察來回收這批蛋 他們現在大概存貨還有三箱左右 他們是會繼續賣的 有線電視記者林妙欣報導 我們現在再看日關風暴的消息 我們的記者姚健文現在是在旺角的 姚健文 現在已經是改掛了八號風球 外面的風勢是不是已經很大 改掛了八號風球之後 其實旺角區這裡 風和雨都比昨晚的較早時份大了很多 不過現在看看 由於現在已經午夜時份 雖然掛了八號風球 不過很多店舖一早已經關門了 街上的行人都不是太多 所以掛了八號風球之後 暫時市面的影響可以說不是太大 而現在看到其實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巴士、小巴、的士其他 其實全部都是照常行駛的 所以暫時對這裡的影響 就可以說不算太大 而街上的行人其實都開始 因為已經午夜時份 已經少了很多 至於有關風暴的最新消息 請繼續留意我們的報導 現在先交給右線新聞中心 現在先休息一會兒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待會見 深圳的幼稚園學生 謝山弟 各位, 歡迎收看這則新聞 天文台零時三十分掛起八號風球 台風馬基已經進入本港一百公里範圍內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黎首德說 以馬基現時的移動途徑和速度 預計今日整個早上都會繼續掛八號風球 之前已經掛起八號風球 本港現在是追西北風 平均風力每個小時超過62公里 而在剛剛凌晨1時 台風馬基集結在本港東北偏東大約是10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30公里 大致是趨向本港 根據現在的預測途徑 馬基就會在清晨4點左右 清晨4點左右是最接近本港 到時將會在市區50公里範圍內略過 本港的風力也會在未來幾個小時進一步增強到裂風程度 天文堂已經在10點半改掛了八號西北裂風或是暴風信號 我們的記者蔡史君現在是在中環的 現在可以說一下那裏的情況 蔡史君 謝謝鳳少玲 民台在半個小時之前即是零時30分就已經改掛了八號風球 並預計馬基會在清晨4點最接近本港 現在可以看到其實在碼頭方面這裏風和雨都開始大了 海面上也都翻起不少的浪 民台預計由於受到颱風影響 交通方面中環往余景灣的渡輪尾班船會在2點開出 而余景灣往中環的尾班船就會在1點20分開出 不過其實較早前我們跟市民談過 他們說暫時來說都還未做好一些防風的措施 入夜之後市區的風勢明顯加強了 亦都開始下起陣陣的雨 有市民就說即使改掛更高的風球都不擔心 亦都沒有準備太多的食物和做好防風措施 我打算不會打得很久吧 那打定了什麼? 一定是早餐那些東西 夠了 夠了 夠了,就算打得很快就過了 現在打風 其實不少市區都是水浸的黑點來的 很多商店都說已經一早做好防風雨的措施 而為了保障市民安全 民政事務總署已經開放多個防風庇護站 給市民暫住 不過入住的市民暫時就不是那麼多 另外多間貨櫃碼頭公司 在晚上8點起陸續停止貨櫃交收服務 市民方面最關心 究竟明天是否需要上班或上學 教育署表示 會在明早6點3之前有公布 計劃學客會不會停貨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天文台的公布和新聞報道的情況 在這裏的報道暫時已過一段落 最後最新消息會再和大家報道 謝謝在中環的蔡哲君 提提大家馬基的雨帶越來越接近 今早早段時間會有狂風大雨 大家要留意 下一節颱風消息在半小時後 另一節風暴消息 天文台仍掛緊8號風球 是8號西北列風或是暴風訊號 本港現在出現西北風平均幅力 每小時是超過62公里 在凌晨1點即大約半小時前 颱風馬基集結在本港東北偏東大約是10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30公里 大致趨近向本港 根據現時的預測途徑 馬基會在清晨4點 是4點左右最接近本港 到時在市區50公里的範圍之內略過 本港風力亦都會在未來幾個小時 進一步增強達至列風的程度 我們的同事蔡智君 繼續在中環交易講解情況 蔡智君 謝謝馮少玲 這問題在1個小時前 零時30分就改革了8號風球 並預計馬基會在4點鐘 會在本港市區範圍 50公里範圍內落過 到時本港的風力會增加至強風和列風的程度 現在在皇后碼頭這裡 可以感受到風越來越大 雨亦都落過不停 可以看到海面不斷地翻起很大的浪 所以本港交通方面受風暴影響 中環往余景灣的尾班船在2點鐘開出 而余景灣往中環的尾班船在1點20分 即十幾分鐘之前開出 另外 雲書署宣布 清魚幹線上層和丁九橋禁止容易被風吹到的車輛 包括高度超過1.6米的車輛和電單車使用 廣機場的交通就沒有受到影響 巴士方面 新巴N11、N21、N22、N23的通宵路線 仍然是照常運作 油麻地小輪的尾班船 中環往長洲是1點半開出 其他航線已經停航 至於學生和市民方面 究竟明天是否需要上班和上學 教育署方面 在6點3之前有公佈 究竟是否需要停貨 在這裏的報導暫時過一段落 還有最新消息會再跟大家報導 首先交給新聞部的馮少玲 謝謝蔡子溫 天文台在凌晨12點半掛起8號風球 初時是吹西北風 大預料馬基落掛之後 將會轉催西南風 本港大部分地區將會較為當風 而西南列風會維持一段時間 西南列風會維持一段時間 估計今早大部分時間 仍然會需要掛8號風球 與馬基相關的雨大 亦會進一步迫近本港 天氣將會繼續轉壞 有狂風大雨 雨勢亦很頻密 大家留意了 下節風暴消息在2點 各位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 現在仍然懸掛著 本港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台風馬基集結在本港東北偏東100公里範圍之內 向西移動 仍然是 時速仍然是大約30公里左右 大致趨向本港 馬基里會在清晨4點 清晨4點是最接近本港的 到時在市區50公里的範圍裏面 略過 本港風力會在未來幾個小時 進一步增強達至裂風程度 我們的記者蔡志君 仍然在中環交給你講一下 就是那裏的申請